今天来讲校园万人迷和街霸小透明的大结局 话剧排练后台 小山主动找到了清居 解释起和平良相拥告白的事情 奈何清居却说自己无所谓 看着清居嘴硬 小山试探性地说起了平良的坏话 清居虽然嘴上不在乎 但表情却出卖了自己 一听到别人说平良的坏话 马上就不高兴了 看着清居生气的样子 小山放心地发起了助攻 坦言平良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她 清居反问小山到底是什么意思 小山心酸地回复道 我希望我喜欢的人过得幸福 仅此而已 紧接着小山又把平良约到了表演现场 想要借机撮合他们 因为剧组缺人 平良负责其打光的工作 表演现场 清居深情地说着我喜欢你的台词 这让平良顿感卑微又无法自拔 表演结束 两人面面相去 竟无话可说 关键时候还是清居先开口了 问他为何突然出现 谁知平良又是一阵支支吾吾解释不清楚 这直接把清居整烦了 一脚就贴了上去 突然桌子一抖 上面的箱子全部落了下来 平良见状赶紧护了上去 还压在了清居的身上 当平良只起身体时 却发现清居受伤了 平良的眼里满是心疼 直接给清居来了个口水消毒 这画面也太色了吧 消完毒后 平良还想得寸进尺 但又突然变得理性克制 这让清居一脸失望 这就完了 平良为自己的唐突一个劲地给清居道歉 谁知清居却反问平良 我到底是你的什么 平良真诚地回复 当然是世界上最喜欢的人 清居期待地追问 所以想和我交往吗 然而平良却虔诚地说到从未想过 在平良的眼里 他们只是国王和仆人的关系而已 这让清居瞬间恼怒 不想和我交往又跑来纠缠我 区区平良怎么就不善解人意呢 美丽的他大结局来袭 清居终于向平良表明心意 到了这个份上 平良还是不敢相信 气得清居将他一把推走 然后直接走人 接下来的日子 平良一直发着短信求清居原谅 可傲娇的清居 怎么可能这么快原谅 更何况平良搞错了重点 没有认识到真正的错误 这更加不可原谅 清居本以为说出喜欢平良之后 两人就能顺利在一起 但是平良根本就无法理解自己的心意 接连的几天清居被视镜和排练填满 一时间没顾得上联系平良 就在这时平良发来语音留言 想约清居到初次见面的地方了结此事 而清居也正有此意 可不巧的是 清居刚好有个电视台的聚会要参加 就这样平良从白天等到晚上 从晚上等到凌晨 清居还是没有到 平良沮丧到这就是现实 正准备离开时 他看到了当初清居休息的教室 仿佛昨日重现班 和清居的记忆在眼前一一浮现 平良躺在清居当初睡觉的位置 想在这里迎接早晨 然后忘掉那个他用尽一辈子力气去爱的那个人 可就在这时 清居居然到了 看到他这样失态的样子 清居被吓得撒腿就跑 就这样你追我逃 往事的画面不断地交织浮现 果然平良只要一见到这个人 自己就再也无法平静 对于平良来说 清居就是他人生中的救命稻草 就算清居再怎么逃 他也要用尽力气去抓住 本来清居只是想来做个了结的 但是平良的坚持又让他犹豫了 清居越是挣扎 平良抱得越紧 突然间清居睁开平良的束缚 带着哭腔怒吼道 你这样纠缠我如何才能忘记你 让傲娇的清居承认自己平凡 简直比死了还难受 为了平良他准备不顾一切全盘拖出 美丽的他终于迎来大结局 尽管清居坦白自己喜欢平良 可卑微的平良还是不敢相信 还误以为清居喜欢上别人 结果引得清居勃然大怒 清居将自己的傲娇一撕碎 平良终于醒悟 不再把清居奉为神明 还主动地摸上了清居的脸 紧接着大声说爱 然后直接推倒 平良终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己对清居的爱意 完事之后两人正式交往 清居问平良除了摄影还喜欢什么 平良回答当然是你了 谁知被清居直接打了一个脑瓜子 可平良却不脑 还回了句清居你好可爱 于是又挨了一个 骑行在充满回忆的河道上 平良将高中的秘密娓娓道来 自己的所有爱好都关于清居 除了摄影还喜欢存硬币 高中时清居给的零钱平良 全部存了下来 清居听后会心一笑 感叹自己真是无可救药 居然会喜欢这样一个恶心的人 平良从心定义了恶心 对于他来说 这和死鬼一词接近 代表了清居对他的调情和关注 还想听到更多更多次 就这样两人幸福地在一起了 拳击完结 毫不客气地说 美丽的他可以堪称 今年日服的天花板 从剧情 剪辑 BGM选择 演员演技上都做得非常流畅 唯一的出戏瞬间 可能就是小山 有点像颜亚伦 果然还是女人更懂女人 女导演九井麻衣 将平良一点一点 亵渎神明的过程 拍得丰满完整 让人大呼过瘾 唯一的缺点 可能就是集数太少了 血书球更第二季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